会云小课堂 每周定时更新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鱼鸟 在上一期小课中 鱼妹介绍了女性刘海的画法 大家有没有学会呢 不过一头美丽的绣发只有刘海可不行 还需要与侧发和后发组合才算完全体验 所以本期视频 鱼妹将带大家继续学习 侧发和后发的画法 没看过上期视频的小伙伴需要先去补一下哦 首先是侧发的绘画方法 因为侧发的发片和发丝的终点也是在发旋的位置 所以与刘海一样 我们也要先决定好头部的形状和大小 然后取整个头部1%在1%左右的位置作为发旋 在确定好发旋后 我们根据想要的长度在头部两侧画出发片 并且在此基础上分割发片画出发丝细节 所有的发丝最后会汇聚在发旋一点上 这就是一种常见的侧发画法 至于两边的耳朵可以遮住也可以不遮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因为云妹已经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了 所以可以直接画出侧发来演示 如果是新手的话 一定要先画出刘海 再进行侧发的绘画 接下来在其基础上 我们还可以对发丝的长短 以及发根的间断上进行变化 可以得到清爽的齐尔侧发 或者比较文静的长侧发 至于卷曲的侧发则需要在发丝上添加一些弧线 让发片弯曲起来 然后多注意发丝之间的前后周短关系 并且在发片的粗细上也可以进行一些改变 这样看起来会更加灵动 最后这种比较复杂一些 需要先绘制出从大到小的方块 并用弧线连接起来 然后红像的画出螺旋状的发丝细节 即可完成比较复古的单卷状的策发了 那么以上就是各种策发的绘画方法 小伙伴们可以先暂停一下 动笔尝试画一画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了解后发的画法 不过与刘海和策发不同 在正式的情况下 后发会有很多部分被头部遮住 有些发型会看不到后发的存在 所以除了正面视角 余妹还会从背面视角 向大家演示后发的画法 首先后发也是从发旋处起笔 然后画出完整一片的发片形状 再在发尾处进行分叉 同样是要进行不平均的画分 方向上不要太统一 其变化主要集中在发尾处 可以画成平段 也可以画成卷曲等 当绘画短发时 要注意发尾的断层处 可以分为上下两层 上面的发丝可以长一些 下面的发丝可以短一些 并且可以排布的更紧密 如果画的是波浪长发 除了把发丝改成曲线 还要注意画出发丝间的穿插 与遮挡关系 上方要收紧 越到发尾处 越发散开来 最后是头发扎起来的情况 正式发丝通常会与辫子有关 比如单马尾的发丝 会聚于马尾的起点处 而双马尾在后发中间会有一道发缝 可以将辫子的起点与发缝连接 用弧线画出发丝细节 那么以上就是各种后发的绘画方法啦 现在刘海 侧发 后发都有了 只要发片的比例得到 仅是把它们全部组合在一起 就会神奇的发现 美丽的秀发就完成啦 而且通过切换不同的发片 它可以组合成不同的发型哦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 记得一键三连 小伙伴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